這是日常互動嗎 這是日常互動嗎 對 他現在累了就是想抱抱 你也想抱抱嗎 我想被講 你不要亂講話 你不要亂講話 3 2 1 走 帥喔 這很寒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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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時候就想說MV要 等於是把他們的故事說完 因為其實在正片裡面 他們的故事是有一點未完待續的狀態 對 那大家都會想要知道說 那媽媽最後會不會去參加他們的婚禮 所以就想說用MV的方式去把這個故事交代吧 3 2 1 西瓜甜不甜 甜 甜 鞋瓜不一定甜喔 賣甩甩甩 賣甩甩 MV之一 太冠 有一次我在那個開餐的時候然後 聽到電台放在裡面然後我就說這首歌怎麼這麼好聽 然後我就搜尋進去 然後我就搜尋 然後我就搜尋 我就覺得哇怎麼又已經好 我聽到那是雞皮科高 我看他不會 那就是如果這樣擠他一下 那我剛剛有說擠摩 我剛剛有說擠摩 我剛剛有說擠摩 等一下就是 擠摩 那個整個MV裡面就有很多同志伴侶們 然後他們都是已經結婚了 對然後我其實有點想要傳達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 這東西其實變得很普遍 就是日常互動嗎 對那現在這裡的就是想抱抱 你也想抱抱嗎 你不要再講話 你不要再講話 為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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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他們都很吵 然後他們都很吵 很不受控 舌頭我有特寫吧對不對 舌頭有特寫的 你練了兩個小時的排練 對不對 很後悔 彩花姐出現在那個 這一對男主角的婚禮上面 然後那場戲是 是需要 Adan有一些 情緒比較大的反應 就我會希望他能夠感動到 可能可以哭出來這樣子 彩花姐的每一顆都是 他每一顆都有哭 他其實有幫助 Adan在演那場戲的時候 更投入在情緒裡面 因為他他看 Adan好像 那個點都沒有還沒到 所以他就有 有跟我說 那他的那個表演可以再濃一點 去刺激他的那個情緒 然後Adan就有 順利的哭出來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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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余佩真 我是楊苡萱 嗨大家好我們是鹹菜日常 我是仲賢 我是老蔡大家好 我是李克 我是安迪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子晨 哈囉我們是 服務知道我是阿凱 我是李歐 然後我覺得這部戲看完 會讓你升起勇敢的力量 平凡中帶點溫情的一部好戲 平凡中帶點溫暖的一部好戲 他透過不同的家庭對話 讓你去認識 世代跟世代之間的一些溫情的故事 讓你內心感覺到溫暖 日光束影真的是一個 讓人看得好想結婚的短片喔 真的 而且心腦不帥 真的 好想要親 他們兩個人 不可能這麼快就在藝影了吧 如果要看到日光束影的短片 就在我們的 嘎嘎烏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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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鎖定 嘎嘎烏啦 嘎嘎烏啦 嘎嘎